本节目由拍视频超防抖 更文更清晰的OPPO Reno2冠名播出 案情高能到手抖 稳定拍摄靠 Reno 本节目由拍视频超防抖的OPPO Reno2 独家冠名播出 抖音越玩越嗨 板案脑洞大开 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APP赞助播出 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 神探奥利奥真有一套 本节目由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赞助播出 本节目一共六位明星玩家 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 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三种身份 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 只有真凶可以说谎 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 游戏设置侦探酬金 每期抽取角色卡时 每位玩家将获得一根金条 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 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 如果抓住真凶 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 侦探若两次都投对 则可额外获得一根金条 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 今天是我们电庆的日子 老板老板老板 金金公娘死了 死者真金金是餐厅的前台收银员 五指沙漠金线月光宝石 在金金手里 悟空确诊了一种罕见血症 节省一年的寿命 手术费用一千万 那你就是要卖那个石头 我贴守护者就是要守护月光宝石 此物蕴含重返 过往之神秘力量穿梭 目前已知呢 孩儿是为了找妈妈 萨萨的你也在找月光宝石 回到过去弥补自己的错误 我呢我就是对宝石感兴趣 我接到了财务给我高温补贴申请书 要求要用专用笔来填写 专用笔是他 我可能参与了某个莫名其妙的仪式 韩斯洞的壁画照片上写着 月牙笔有重置时光的功能 抢走月牙笔的X就在餐厅里 只要仅仅失道时间到了12月6号 证明有一个人没用 我相信他就是X X的目的是破局 在11点的时候盯紧真金金找回宝石 他的目的还是要拿石头 他不是为了杀人 可是在那之前就已经有人 把真金金给杀了 所以X不见的是凶手 X是谁 凶手又到底是谁 我现在还是比较怀疑何大厨 因为所有人的动机都有 都很明显 对 但是只有何大厨说 自己只是对这个石头感兴趣 而且他跟这个好教授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应该后面还会有动机 对 所以先投他吧 他的感觉嫌疑最小 那我们就选你了 就你了 好 好 那我们 开始 继续搜正吧 老板 我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心里觉得没有底 但是我觉得之前 有很多锁着的小盒都没有打开 是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也是唯一能做的 打开盒子 就是打开所有的盒子 好 来探索其中的奥妙 那我们就先去 萨摩老师的房子吧 对吧 因为我觉得他需要这个 这个石头和月牙比最迫切 好 因为他很想要挽回他的爱人 我先试一下零二一四 不是零二一四 他很想要挽回他的爱人 只是为了回到铁扇身边 哎 妈妈的生日是哪天 我母亲的生日 零九零九 哇 打开了吧 现在这一箱子都是什么呀 都是啊 水壶 洛阳铲 五指沙漠 讲一讲 哎哎哎哎 这还有这个呢 虽然你只留下了这个 但我一定要找出你究竟是谁 为我老公报仇 是你吗 X 什么东西 这是你吗 这什么意思啊 请我解释一下 你好好解释一下 一个人只要他发挥了他的作用 就哪怕他是一张餐厅纸 是一个短裤头 他都是有价值 那你是短裤头还是餐厅纸 对 这个电脑我之前用了很多的方式 没有打开 去打开 你在这儿呢 我的朋友 小田田也不对 这个我试 我想试一下铁扇 铁扇 铁扇 铁扇教授 对了 打开 我的小田田 给他发的 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 是用荧光照耀扇子 上面写的 留给我的牛魔王的一封 小纸条 我的牛魔王偷偷告诉你 一个小秘密 我们家族有个传家宝石 一个圆形的宝石 据说里面 的力量很神秘 可以回到过去 要是我能用的话 我希望回到再早些时候 早点在五指上面遇见你 爱你的铁扇 再看看论坛 就是他本来想买 就是他知道这个宝石在晶晶这儿 他知道宝石在晶晶那儿 而且知道这件事情 我是提早就知道了 有这么一个宝石 然后在一年前 我终于发现 确实 考古学家 发现了这么一个地方 叫盘斯洞 而且里面有一块宝石 所以我在想 如果我能找到这块宝石 我就能回到当年 离开铁扇的那个错误的日子 纠正这一切 前往沙漠 自己独自一人 在风雪中 苦苦追寻 终于有一天 发现了盘斯洞 那场不期而遇的流沙到来了 跟随着流沙 我进入到了那个 梦寐以求的盘斯洞 我在盘斯洞里 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在12月5号的零点 今年的12月5号吗 去年 去年 18年 当我走到了一条通道 被落石挡住的地方的时候 突然我听到了石头后面 有人求救的声音 但因为石头太多 我看不见这个人是谁 然后我就把这张餐巾纸 从那个石头缝塞进去 他就把整个过程 包括月牙笔的使用方法 全都写给我 然后他跟月牙笔一块 把这张餐巾纸递了出来 说 请救救我们 因为我们两个人 已经把两次重置时间的机会都用完了 但是 仍然没能找到正确的出口 所以他说 如果你能走进来 证明你这条路是通的 所以如果你要是有可能设置到 落石之前的时间 然后你把我们引出来 把我们带出去 结果 我拿到了月牙笔之后 突然一想 这不正是我 梦寐以求的一个东西吗 我只要再找到另外一块 我就可以回到任意一个时间 但是我如果现在用了这个机会去救他们 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到以前了 我就没有机会再见到我的铁扇 你就是那个背信弃义的骗子 他拿到月牙笔之后 说对不起 然后他就消失了 师娘只能死在这里了 谁知道那铁扇就在石头后面 为什么不做一个善良的人 你看过一个电影叫蜘蛛侠吗 没有 当那个年轻人把那个劫匪从电梯里让过去的时候 他觉得这件事跟我无关 但是他能知道几分钟以后 这个劫匪会杀掉他的养父吗 人永远会在一些关键的时间点做出一些你自认为正确的选择 但你能预料到后果吗 你能让时间倒回去吗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寓意啊 如果你所有的选择都能够那么准确的话 都能那么正确的话 大家都那么着急想回到过去干嘛 我这一生中犯下的那个错误 也许比我想的还要大 我没有机会再见到我的铁扇 我们就不问你后不后悔了 但是现在确认你就是X对不对 你现在才知道这件事对吧 对啊 早知道他就在那石头后面 我把他救出来什么都完了 这么多斤 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团圆了 现在能叫出爸爸了吗 爸抱一个 来 不容易 我的孩子 你都长这么高了 我的孩子 有一个哪吒给你当耳朵 都说了是红孩儿 咱们家以后不用用煤气了 你可以喷我 太烦人了 那很多事情你可以告诉我们 我可以告诉你了 所以我就带着那个月光笔 想回到我们的餐厅 然后找机会再去找另外一块石头 回来之后我就发现笔失踪了 我不知道笔去了哪儿 我发了疯一样的到处找 我以为是掉在路上了 所以我在网上进行了大量的查询 那请问除了论坛里面 石头姑给你的一个信息 告诉你这个宝石 现在在真晶晶那儿 你有得到任何关于月牙笔的消息吗 反正我两个都要 肯定是两个都要 对 所以那个表和那个 撕在那儿的信 都是你扔在那儿的 对 你看到这封信 我看到这封信 因为我就开始紧盯着真晶晶嘛 在我跟踪他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这封信 我发现的时候 前面三个名字就已经不见了 但我知道我和荣是排在倒数两个 所以我就在想 我只要把锅甩给前面任何一个人 对 对吧 我的计划是 在我之前 这个测试就结束了 有两封邀约请 是我从同一个人那儿拿的 因为我的计划是 我不需要把所有人的信拿走 因为我知道 你们三个 肯定是前三位 对吧 我只要拿你们三个当中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谁排一 谁排二 谁排三 所以我只需要不停地拿一个人的信 总会轮到他 至少到第三个就会轮到他 对吧 所以还没有到我那个时候 测试就会结束 就是有一个人 拿的无非就是我俩 对 因为我的信在呢 他的信在 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在12月6号 对对对 也就是说12月5号的测试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的计划是今天中午11点 我要跟着晶晶 看他去找那个被甩了锅的X 然后去干掉那个X 我趁机把石头拿过来 但是没想到10点钟他挂了 我们搜证吧好不好 不要伤害我们的Reno2 暗情高能到斗手手抖 稳定拍摄靠Reno 你要想探暗你就得得有神器 神器一点 就这一块 对 哎呀 收了 这儿 哎 哎呀这里有一个东西 这个 这里有一个 这有个日历 日历上写的 我昨天就觉得他怪怪的 难道是跟我一样的情况 好 半夜11点半他背着行囊消失在了这片沙漠 他要干嘛 河出来再回来 荣也出来再回去 他们又在干嘛呢 这是12月5号的一天的日历 哪一年 2019年今年 今年 这是昨天 昨天的某一个昨天的 某一个昨天的 日历 日历 桃是6号 是他的 这是你写的吗 这是我写的 这是你写的 他的屋里有一个日历牌 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 和我 为什么我把这个5号撕下来了 因为这个5号在我的记忆中 它已经过去了一天 你重复过了 你重复过了 这一天是我在我的第二个12月5号写下来的 就是你发现重制了是吧 也就是说 我可以断定你们现在所有人都不知道12月5号发生的事情 除了我 然后我说的是 昨天我就觉得他怪怪的 是因为昨天也在我 就是在我第一次过12月5号的时候 我看到了 薰悟空 在自己的房间里念叨了一下 他拿那封信说 怎么曾晶晶又来约我 又来 他不应该记得呀 我不记得呀 那你怎么会说又呢 我 我的第二 那是我的第二天 但是他的是第一天 他现在肯定不记得了 他现在不记得了 你现在肯定不知道了 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在我这已经我重置了 因为你现在是最后一个 对我是最后一个 对 所以你们都不知道 再理一下 谁是第一个 你是第一个 不是我是第一个 但我是他前面的一个 我是第二个 你看那个顺序啊 你是第一个 我是第二个 他是第三个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现场实验 你比如说你正常的12月5号 就是12月5号 然后在那天晚上 在那天的下午 签了字 在那天的下午 你先签了再来一天 所以到12月6号的时候 时间 跳回到12月5号A 所以你是记得12月5号和12月5号A的 但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讲 我们只记得12月5号A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到了12月5号A的下午 我也写了一下 他又写了 再来一天 到了那天晚上12点 登 时间跳回到12月5号B B B 所以他是最后一个使用呢 所以我最后一次使用呢 然后快说这记忆 就是现在12月5号的 最更新的那个12月5号的记忆 然后再往前就全都不知道了 只知道一天 嗯 起码现在我们能得到这一个现场 等于大家我们都知道 是昨天我们经历的那12月5号 那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顺序是这样 你应该是第一个 在晶晶的那个节目单上 你是第一个出场 你是第二个 他是第三个 12月4号 晶晶准备好了备忘录 准备开始执行他的计划 12月4号晚上晶晶睡着了 到了12月5号他醒过来 但他并不知道这个12月5号 是不是 是哪一个 所以他两点钟要去等 因为他看到备忘录写着 12月5号下午两点 他要去等 如果没人来 那他知道 这个12月5号是正常的12月5号 没有经过任何重设 明白明白 所以三点钟信 送到了 4点钟 财务 从你开始签字 你签完字以后 时间继续流动 到了晚上12点 登 时间跳回到5号 你设置的12月5号 晶晶醒过来 一看备忘录12月5号 他又得去等 2点钟 见到了我 你来了 于是他就把通知财务把笔给第二个人 对 就是需 财务把笔给了你 嗯 写了之后到晚上12点 时间登 跳回到你设置的那个12月5号 他又去等 见到了你 把你也删掉了 嗯 跟财务指示说 请把笔 跟下一个 跟下一个 时间登 跳回到你设置的那个12月5号 他又得去等 2点钟 但这个时候 两天我把你的信都拿走了 一次一次拿 他 但我不知道你们当时的顺序 谁是一 谁是二 谁是三 我只是随便找一个人 不断拿他的 为什么找他呢 他的房间离我的近 尽管你的房间就在我隔壁 但因为我们俩关系不好 嗯 所以我就找他 偷他的信 所以我都没有收到 我一次都没有收到 你都没有收到 他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收到信 所以 当晶晶发现没人来的时候 他又以为 没开始 没开始了 所以就把笔又给回到了盒 我是第二次用这个笔 这个笔已经不会再生效了 时间还是很自然的到了6号 所以他很自然认为 他记得昨天是把笔给的我 对于是我 成了X 我差点就死了 今天被杀了 所以今天本来11点钟该死的是你 对 所以你某种情况下发现了这个问题 我非常有可能是凶手 因为我是最危险的 你抢在他干掉你之前干掉他 但是说句实话 你是彩礼清楚 我说句实话 我是经过刚才理了半天 我才听懂这件事情 但你也可能是演的 你演技也是高 对 对 对 搜正吧 继续 你要搜 他有一个东西 注意点往哪摸呢 你手机呢 掉鞋里了 你太恶心了 你太恶心了 手机 哇 哇 那你怎么能看人视频呢 这不是视频 这是抖音 抖音 你发表在抖音 蓝盘 我还能看见到你 这不就 你什么语言 你什么语言 是你 你自己的语言 你有办法 你 不是 他有觉得他有办法可以活下去了 你先说 你觉得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兑现承诺 跟他相守一生 我还不能说 那继续去找吧 走吧 还有哪有箱子没开的 悟空的房间 发现了一个锁箱 在这 对 有 这里有个箱子开开开开过吗 没有 2019年12月3号 是不是 不是 我加你就是最甜蜜的数字 我加你就是 我加你就是最甜蜜的数字 我加你 你的生日加他的生日 4月12 6月3 4月12加6月3 10 1015 开了 哇 你真聪明 MG国家地 他看到了 他拍到了真晶晶拿着这个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原来你也睡不着 我想要的仅此而已 这是唯一的办法 明白了 你就是想偷石头卖了 是吧 你怎么这么了解吗 你说的对呀 还能想出什么高招 我就是想 看着他的石头 我觉得值一千万 我一个眼看要死了 我说不行 怎么办怎么办 终于看 有一天 然后我就挖石头 我就开始挖 你看我就是找一堆石头 然后看一看 看完都不是 都不是那宝石 我突然间我就回首 哇 哎呀在那呢 梦里寻他千百度 我就看见这石头了 我看12月3号 看石头 我说那不行啊 那我得把这石头 占为基友啊 对不对 我得 我得把他弄弄 然后我就想要 找一天我就 去看看他 找好下颊了吗 你那兴奋的 所以你就杀了他吗 今天 没有 我去的时候已经完事了 石头是你拿了 他已经完事了 石头也不见了 对 但我去的时间大概是 我们是 10点闭店 闭店啊 我说可能是11点去的 再马上11点他就死了 对 11点你去了哪 11点我就出去 我就看 我就到那儿完就那样了 已经 搜身 我这没有 哎呀 在哪在哪 说 我这我身上没有 你得找 还真 你能再放得 我这个 一个手机都用 直接用那个帽子 我亲爱的朋友 你 哎 我现在爱的朋友 你现在 喝出 这不一切都挺好的 我泡在脑口里 嗯 可以 打不开 不是这个箱子吧 比这 比这锁小一点一点 这个吗 哎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开了 这是洛阳铲吗 这什么 还有这 这 你到 哎 鼓 好鼓教授发现了 盘丝 发现厨房中发现的照片 红一枚石头 这是什么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鼓 他就是好鼓 我是一个 考古家 考古上学 害死了我的母亲 我 真的不是我害死的 你的母亲 啊 所以我们在说 害死母亲的时候 他那么义正言辞 我不是义正言辞 我觉得我做的是 科考 而且我真的是因为 莫名其妙地 掉到一个沙址里面 才发现了 所谓的这个盘丝鼓动 哎 这里有钥匙 我 我 没人 你不是我 不就是我 你不是我 他 把他打那 他打那 我 请 很快 邀请凯 也 也 不 不但是在这里打工做饭 但我更重要的就是要 再一次有机会找到 不是新的发现 我真发现过这个月光宝石 只是因为我根本没来得及碰它 我看到它就被刘莎带走了 我发表了这个言论之后 很多人都在找这个 但是他们没有找到 甚至有人只身前往 然后遇难了之后 他们就说我是骗子 有人给我写了血书 说我在造谣 在论坛上公开了我的地址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必须隐姓埋名到这里来 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说过我是骗子 我换了一个名字叫何大厨 就是因为 他追杀你 我怕别人追杀我 另外我隐姓埋名就是要找回到 这个月光宝石 证明我没有撒谎 我撕掉的这个 本来是考古大会 过几天就要召开了 我本来觉得我已经没有希望了 但是后来有一件事情让我燃起了 我希望我就把他拼起来了 什么事 什么事 这 这 这有一个手机 你是白天颠勺 晚上 晚上 掺土 密码 密码 古 古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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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论坛上他网上已经被人肉了 找到他的地方了 所以他隐姓埋名躲在这了 第二个照片是我的月光宝石就是我的 试金石 这个事情不能有任何人知道 在此之前 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等你的消息 谁啊 真金金给他写的 不是真金金给我写的 这是我拍的 呃 我前天 发现真金金在偷偷摸摸的写什么 然后呢 我就发现他在写这个 我就把他拍下来了 我知道 宝石在金金呢 嗯 所以你不知道他今天要杀你 我当然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计划 我是计划当中唯一一个不断的在用这个笔写的人 没有那么迫切 那收证吧 继续 他有他有 他有 爷爷 不愧是超防抖的 OPPO 什么 Reno 2 Reno 2 拍摄的视频 边走边拍都这么清晰 哇有视频 本地已发放 爷爷 我我看到月光宝石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拿回来 但是12月3号 看了月光宝石了 就你也知道 对 你也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宝石在他们 我看见金金拿着 哦他看着拿着点走呢 他有点过于招摇了 哇好稳啊拍的 这是用什么拍的 怎么这么稳 要up Reno Reno 我就看见 就是我 12月3号看见了他 对 我回来 就是我要一直去找 找东西 然后在我回来的路上呢 就发现了 看到了他 然后一眼我就看到了他手上的那个 就他手里拿的这个月光宝石吗 对 我很确定是 所以我就赶紧拍了一个视频给我爷爷 因为我是守护者 嗯 在我的感觉当中 这个事情只有爷爷知道 然后被好 发现了 发现了这个事情 所以你决定怎么样呢 我就把这个东西拍下来 跟爷爷说 爷爷我终于找到了 他说那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拿到 我就想去跟他搭讪 他想去问 想去套他的话 但是他非常快地就把那个东西藏了 就 是指当天吗 12月3号 我拍了视频的时候 拍完了之后我就想跟他讲 搜身 我 我这 嗯 我这没有 我在我鞋里呢 我再够一下 哎 朋友们都藏在鞋里了 这 3Х 这里有个箱子 这个箱子 还有钥匙 打开 哇 我的天 我 我 有必要吗 这是拼音锁 这个锁是我妈留给我的 但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打开过 有三把锁应该是 铁扇公主 我的小甜甜 那年情人节一别 我的世界再也不甜 给一把头 小甜甜 我爸称我妈为小甜甜 对 第一个是小 打开了 小甜甜 看来我妈临死前 还是爱我亲生父亲的 对 所以留得小甜甜 直迷不回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 什么呀 碎片 碎片是墙上下来的 还有一个照片 对 壁画上的字 将月牙笔放进黑色原石中 就可以任意设置日期 某想改变过去的荣家传人 他是抠下来了一块是不是 他应该上面还有其他信息 赶紧 有没有 我们现场有相关的专家吗 要说有就是考古教授 我试试看有什么东西 我这里有一个考古专用的修复页 肯定是这玩意儿 不是 是我这个笔 你刷完我的照 我就是他刷出 我 我 找多么希望 我多么希望 我多么希望 那句话什么 那个石头和笔是吧 我多么希望将月牙笔放入黑色原石中 就可以重置任意时间了 这个等于把一个否变成了一个是 是 本来是这个事情不是做不到的 他把多么希望扣掉 就让人你以为是 其实是不能重置时间的 对 他只可以重复那一天 所以这就说明了 晶晶也失败了的原因 就是因为根本 没有这回事 等于大家忙了半天 找的这个石头一点用都没有 君是为了钱 因为要救命 荣是为了可以守护家族 同时对他性命相关 我就是要找回到 这个月光宝石 证明我没有撒谎 孩儿是为了找妈妈 甚至还有可能把爸爸带回来 下面就是桑桑 如果我能找到这块宝石 我就能回到当年 离开铁扇的那个错误的日子 纠正这一切 让我的人生重新回到 我所期望的那道尾道上 如果现在用了这个机会去救他们 我就没有机会再见到我的铁扇 早知道他就在那石头后面 我把他救出来什么都完了 人永远会在一些关键的时间点 做出一些你自认为正确的选择 但你能遇到后果吗 你能让时间倒回去吗 我看 Wanting 好悲催啊 为了这样子的一个 那这个钥匙是开什么锁的呢 再找找看肯定还有 好辛酸 failure 这里啊 有什么 这里有一个 今天整个是一个开箱大会 月光宝石在他这 见证奇迹了 他为什么拿这个三号 我也发现了 那你这哪来的呢 然后其实呢 这个是首先我发现 他鬼鬼祟祟的 拿着一块石头 然后我知道 这是月光宝石 所以我首先 对他产生了怀疑 我的第一个 十二月五号的时候 晚上 然后我发现 他惨死在了前台 你也看到他死了 三个二十一天他就死了 对 所以他死了很多次 对 他旁边的有一个 保险箱 保险箱 保险箱被打开了 里面是空的 OK 好 然后呢 所以我下意识认为 里面的宝石 被别人抢走了 有可能是被凶手抢走了 所以我很垂头丧气 当晚我就出去一根散步 首先我看到你背着一个东西 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这里 然后我又看到 河还有蓉 先后出去 出去 然后我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五号 对 在五号 我的第一个五号 我没有出去过 你肯定不记得了 因为是我的第一个五号 你的第一个五号 你不知道我出去了吗 你出去了 不管第几个五号 我都没有出去过 因为你不记得了 我也不记得了 所以 当天我很沮丧 但当天我收到了一个财物给我 那个高温补贴 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个补贴 是用来做什么的 所以其实当天我填了那个东西 然后当晚就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 然后第二天 早上的时候 我发现我经历的一切事情 都一模一样 对 因为你是重制者 对 然后我尤其地关注了一下 曾经兴 她居然没有死 所以我意识到了 好像重复了一天 所以我就在想 她上了密码的这个箱子 因为我觉得那个宝石就在里面 所以我想趁 她晚上案发之前 先把宝石拿走 我趁大家午休的时候 两点到四点 这就是我经历的第二个 12月5号也就是昨天 我去试了那个密码 因为上面有三个印记 然后是一个二一个三一个七 然后我试了几遍之后 试出了最后是三七二一 然后我打开这个箱子 然后就把这个宝石拿了回来 然后我又想起昨天真写给薰的那封信 想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 见不得的交易 等手看完以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别的内容 就随便把她给扔了 然后你把她杀了吧 有光宝石抢走了 其实我杀她没有任何意义 我要的只是有光宝石 有道理 我只为了 在我的概念里 只要有她的话 我有可能通过她带回我的 我妈和我爸 所以我杀她没有任何意义 我觉得我们还缺东西 我们再找找吧 我杀她的 这是什么 哎 有用 喂 哎 啊 好多钱 钱 这就是抢的保险柜 还有一张纸 慢点 前台每日工作 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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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给房间拿印章 算账 盖章 每天使用保险柜后 请务必清除指纹痕迹 这是十点半他会清除 十点半将账本放入保险柜 印章带回房间独立保管 也就是说他的死亡时间是在十点半以前 因为十点半的时候他会清理 等于这是真的是有一个小偷 把他所有东西偷出来了 所以这是凶器 这个砸了他的头 你看这凶器找到了 有人说说谎 怎么呢 欧海儿 你再说谎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在这画了两个圈 22点半将账本放入保险柜 他根本不用自己打开保险柜 22点半晶晶会自己打开保险柜 因为他要放账本 所以他只需要在22点半等晶晶打开保险柜的那一刹那 他把它砸死 保险柜已经是开的 他根本不用试 我在第二天是没有痕迹的 是因为我在第一个12月5号发现了 这上面有三个印记 那个时候人已经死了 他是前一天第一次死的时候 他看到那个印记 他记住了这个印子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因为他重记了 所以他能记住 因为他记得第二天的记 他第二天虽然保险柜上面没有印记 但是中午的时候他可以拿走 我倾向于他没有撒这个黄 因为如果这个黄撒的话 太难了 就太难了 侦探 为什么他会记得我们三个人 看到我们三个去了又回来 因为这个单子上写得特别清楚 他把它记下来 这一定不是撒谎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不记得了 但是第一晚你们出去了第二晚 按理说应该出去吗 如果说时间轮回的话 第一晚我们为啥出去呢 第二晚我们肯定没出去 因为第二晚如果 你们都不记得了 对啊 是第一晚我们不记得了 所以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你们第一晚要出去 第二晚你们又不出去了呢 集中讨论吧 集中讨论吧 证据我们已经找的差不多了 但是还是一头误水 用成语 这个 这个 绞尽脑汁 还是想不出来最后的答案 所以我们还是挨个发一下言吧 好不好 好 我想说一下我觉得矛盾的焦点在哪里 嗯 首先我们不要再去纠结 几个五号的事情了 因为我们已经确定 现在只有一个人有两个五号 就是侯海儿 你再具体说一下 你五号第一天 刚刚有一个时间线有一点含糊 然后我在这儿重新再说一遍 首先我是在12月5号 我收到了财务给我的高温补贴 当我把它写完的时候晚上10点50的时候 嗯 我刚把高温补贴放到了信箱 然后在前台就发现了他死亡的这件事情 也就是我的第一次12月5号发现了他的第一次死亡 嗯 当时我就赶紧想看看这个保险柜里 到底有没有月光宝石 结果已经打开了 结果发现已经被打开了 空了 然后并且有三个地方被暗了印记 红色的印记 然后我出门的时候 嗯 我撞到他 背着一个行囊 刚好往外走 他兴悟空出去的时候是11点半 先是我看到 大兴一个人背着行囊往外走 然后看到了你出去了 然后看到了 荣出去了 然后再看到了和回来了 嗯 又看到了荣回来了 兴回来了吗 兴没有回来 这是他的第一个5号的记忆 第二个5号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他在晶晶倒地 宝石被拿走之前 他中午的时候 记得那三个印记 他打开密码箱 拿走了这个宝石 然而 依然晚上的时候 晶晶还是死了 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 前一天 我们三个都出去了 但是昨天我们都不记得 我们出去了 那么这里面 就一定发生了一些 跟前一天的故事 不一样的变化 第二个晚上 你看到了什么了呢 他宝石拿到了 他就不会去看了 已经不重要了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已经得到 给父母的东西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找一件什么事情 首先第一点 我们排除两个人 一个是萨 另外一个是她 于是只剩下我们仨 对 我们仨当中有人做了一件事情 这个人呢 应该是在不断重复的这5号 他都要去杀晶晶 然后就是第一个5号 我们出去了 只有我们俩回来了 应该是没有所得 所以我们回来了 对 这个人其实是拿走了宝石的 谁得手 谁就会跑吧 就一个可能是薰 就第一个5号的时候 他杀掉晶晶 拿走了宝石 后来我们发现宝石不在 我们追出去 后来没有找到 我们回来了 这是一个可能 另外一个可能 不是薰 是熔 第一扭这个动机 另外一点 就是昨天的5号 和第一个5号 可能都是你杀的 但是和你要注意一点 我的所有的目的是宝石 如果我没有得手宝石 我怎么会去杀晶晶呢 所以你不见得没得手 我得手我就跑了 你不能跑 因为你现在没得手 因为今天的宝石 中午已经被他拿走了 你杀掉晶晶的时候 才发现 宝石不在那个箱子里面了 都有可能 我觉得也并不见得 能够就认定是大勋 因为他俩是爱人的关系 对 对他来讲 他不但能够救男朋友的命 也能够救自己的命 但是在我这儿看 他的嫌疑是最大的 但是你也有嫌疑 因为你的动机太不明确了 我就根本不可能去杀这个人 首先这个包裹呢 肯定是凶手埋的 因为这里面有凶器有血迹 也就是说他是昨天十点半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埋在这儿的 嗯 因为你们都不记得 前天发生的事情 但是凶手一定记得 昨天发生的事情 因为就算他不记得 他第一个五号是怎么杀的 他昨天也记得 因为他每个五号都会杀 还有前天和昨天发生的不同的事情 因为熏熏如果是前天 他拿走了宝石 这个东西怎么解释 昨天一定是又有人偷了这个 埋在这儿了 我们可以这么想 你确认你在第一个五号 看见他们三个出去 但是你撞见了他们两个回来 却没有撞见他回来 对吗 对 他没有回来 所以如果按照刚才熏的说法 拿到宝石的人 是不会回来 因为他要出去把宝石处理掉 但是他背着宝石跑跑跑跑 跑到零点的时候 突然醒过来 又回到这儿了 对 又回到这儿了 他以为又是个新的五号 他又要执行这个计划 他当天还要杀人 但他杀完之后 发现宝石不见了 所以他这一次没有办法 背着包袱再跑 他就把包袱埋在这儿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现在所有的嫌疑很明显指向的是我 关键是我有很多地方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几点开保险柜 我不知道几点应该砸他 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第一个晚上 只有经历过两个晚上的人 才有准确的信息 知道几点来砸他 因为只有经历过两个的人才会知道 可是你说的这些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证实 那你现在能证实的就是数钱 因为我第一天晚上拿到石头了 我就跑了 第二天晚上没拿到石头 我就在这儿了对吧 那现在就是我 可以投票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他的怀疑我们几乎可以排除 我觉得主要是现在是你们俩 我觉得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悟空到底为什么走 这个是最重要的 有两种可能对不对 因为你拿着石头跑 可能你要去卖石头 那还有一种可能是 你的病没有办法救了 你又知道这个石头 有很多人要用要害他的命 所以你可以跟这个石头一起消失 但是我没有任何记忆告诉我 这个东西是我的 所以如果这个就是最关键的线索的话 那一定是我 因为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跑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薛恩走 并不是因为他要拿走石头 我觉得这个指向性有点太明显了 我也有 就是他又要死 然后他又把人杀了 又得手了石头 那就没有其他人 就只有你来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到底为什么走 还是一个问号 我也想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那天晚上离开 你是有两天记忆的 第一天是循规岛居一直往下走的 对吧 等到他第二天你也会有所发现 第二天为什么跟第一天一样 你跟他是一样的 如果他身上的事情能够解得通 那你身上的事情也解得通 第一天精精死了 第二天他晚上就不会看到精精死了 那要不然你是侦探 我们来推测一下作案可能性 看看谁更合理 因为刚才他说完之后 我发现 侯海二有一个当凶手的最大的优势是 他 一帮助 他今前有两天 有黑罗 人员 有提供 有抗议 有黑罗 有黑罗 人员 有黑罗 但他有10点 最大 是 感谢观看 宏有这家店 如果有人接盘这个店 我可以白送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 就是这三位 对吧 这三位李乔乔者呢 那就非你莫屈 你是真不着急 合票吧 可以 好 首先通过剧情把X排除了 然后我自己也不是凶手 剩下的目标只有何 勋 还有荣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过了两遍 12月5日 第一个12月5日的晚上 我看到了死者的这个死因 包括他的死状 和12月6号一早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断定凶手可能在这两天是同一个人 而我在这两天发现 勋的状态却是不一样的 第一天他一个人逃跑了却没有回来 而第二天他并没有任何异常 所以我觉得他并不像是凶手 然后又因为何一直在把自己的嫌疑撇开 然后当剧情推动不下去的时候 他一直隐在荣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和 还有可能是凶手 其实今天这个投票啊 我一开始还一直挺怀疑猴孩儿 虽然这个从故事来讲是父子关系 但是后来听他们一分析 我确实也觉得他完全没有理由去杀两次人 后来我又开始怀疑勋 但是他在我身边 我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状态 他确实觉得冤枉 但是他又说不出来为什么 当他的记忆被覆盖之后 他完全不记得前面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从他的状态上 我也觉得熏悟空不太像 看看你最后结果如何 刚才经过一番争辩 只剩我们三个人 熏 对不起 芝麻 开门 芝麻 开门 芝麻 开门 好嘞 偷给他 不知道自己的判断到底是不是正确 如果一个人可以回到前一天的话 他一定不会同时犯两次错误 如果说第一天是大熊杀死的话 第二天侯孩儿还看见他再杀一遍人的话 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成立 头孩儿也不可能杀两次 所以我也排除他 那我也排除X 也就是萨摩老师 我觉得比较有嫌疑的就是 何大厨和荣子霞 没想到 在我的产业里 发生了这样令人心酸的故事 凶手 你跑不了了 在这里还是想再说一下 假如有一次机会让你回到过去的话 我觉得也不要同时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每个人都要过好现在的自己 发现自己的错误及时改正 你永远是一个好同志 我来投票了 因为萨摩老师X所以不是他 因为侯孩儿已经拿到了宝石 所以我也觉得不是他 又不是我 所以就是薰和紫霞 好 是你了 哇 来 请宣布 明星大侦探第五季第四案 盘思餐厅中 究竟谁是杀死真晶晶的凶手呢 现在公开 投票结果 首先公开 获得零票的安全玩家 获得零票的是 肯定由 forgotten 肯定有我俩 父子 萨摩王 还有一位玩家获得了零票 另一位玩家他就是 不会是我们父子二人 欧海儿 父亲叫他听就把 咱俩没扔死啊 partition 我真的懷疑过你 我懷疑过你 哈哈 请剩下的三位玩家向前一步 凶手可能会赢 来吧省得你待会进笼子不方便 你给我 我帮你拿着 放心的去 跳数最高的玩家 估计你可能得冤投了 我估计可能你的 被冤 你投的是我吗 我没投你 但我觉得你被冤投了 不是和 不是我 退下 在剩下的两位玩家 荣子霞 熏悟空 你对群绿被冤队的真实 他吧 不会是我吧 获得四票的玩家就是 荣子霞 我猜到了 好 是你了 好 好 哇 他猜到了 你是不是拿了金牙了 六个人 区 获得了一票 合 获得了两票 我获得两票 就你了 都不 我 不想听 说说吧 因为我觉得河 他一直在转移 他一直想用他的方法转移到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然后他身上有动机没有找到 我觉得是 有道理 奈何明月照勾取呀 明大密探 OPPO 计划 V62 真凶揭晓时刻 不想 下面我宣布 各位检举 现在薰和紫霞之间出现了一个纠结的问题 就是 在第一个5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我们往外追 而薰又没有回来 薰经历过两个5号 大前天也就是薰的第一个5号 发生了一些事情 于是这个记忆带到了前天 也就是薰的第二个5号 猴的第一个5号 也就是我们后来都忘记了那个5号 他决定要做一些事情 然后改变他的第一个5号 也就是大前天他看到的事情 同时引发我和荣都往外跑了 可是呢 这件事情到了昨天这个5号的时候 他忘了 于是一切又如常 大家又都没有出门 我在想到底能发生什么事情 引发这样的变量 我的解释是 杀人的一直是荣 然后在薰的第一个5号 也就是大前天薰目睹了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我们下期见 对不起 成功 yeah 你这应计我啊你看看 其实他没有 bug 主要是如果投薰的话 这个太明显了 我有一根 错头也有哈 错头没有吧 错头的没有 错头没有 是吗 给我的给你 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 是在案发现场 一个麻袋的缝隙里面 有一个带血的紫霞铃铛 案发现场的麻袋缝隙里 紫霞的铃铛那么小 不小 所以你根本不记得那天 你为什么玩 唯一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说 我我第一个五号的时候 发现了他杀了人之后 我也是这么判断的 因为我是不可能离开他的 唯一能让我离开的理由就是救他 对 于是你在你记得的第二个五号的时候 你去救他 对对对 然后呢 到我们昨天经历的那个五号的时候 你把这事给忘了 然后他就依然去杀了人 对 你会等我吗 你会等我吗 太狠了 你最后踩我踩了 非常感人 感人之身 感人之身 暗情高能到手抖 稳定拍摄 靠Reno 感谢拍视频 超防抖的 OPPO Reno2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抖音越玩越嗨 半岸脑洞大开 感谢记录美好生活的 抖音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扭一扭 舔一舔 泡一泡 神探奥利奥 真有一套 感谢好吃好玩 在一起的奥利奥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有百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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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美食绝配 探案必备的 百事可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发现真相 发现更赞的自己 感谢科技成就 生活之美的博士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以黑细黑卸伪装 更进一步 显真相 感谢卸妆黑科技 欧莱雅黑魔水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加油 今天真的很不容易 辛苦了 一个感人的故事 大学 拜拜 会不会等人家 星星 这样我们走吧 留下他们俩 你陪陪他吧好不好 缠绵一下 你没多长时间了 对对对 你什么 哇 哇 好感人 做手术的钱老板可以出啊 没事 拜拜 拜拜 我 你还记得去年的齐夕吗 你真狠 你真杀人 嗨 你说你会爱我一万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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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篮球的专家 真的好棒啊 你画个直线都画得好直啊 不然是直男 我再画个圈给你 不是不是 等一下你们怎么都在啊 那谁在里面啊 喂 有没有人啊 哎呦 哎呦 2019年12月13日 在M市以富丽丽公寓天台上发生一起命案 死者真保险 还有温度哎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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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点让人给约过去了 密室 昨晚说啊 好多消除酒的味道 有那个漂白粉 这个香味什么没有烧完就停了 高级装置 天台机关 东西给你准备好了 这是有同谋的意思啊 连环杀人案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谁呢 下一个人要死的是他而不是我 那个刀疤是怎么来的呢 我杀了命啊 他们在寻找二妹妹 你们二哥火化了 然后确实回来了 啊 我会让他永远闭嘴 这张照片极其惊悚 是你杀的人吗 下一个目标是 谢谢 高能侦探再度解决 神秘嘉宾 敬请期待 明星大侦探第五季 每周五中午十二点 芒果TV全网独播